自然界的平衡 普通的矮阳都是灰褐色的 但这个地区的矮阳却体毛深褐泛红 在铺满白雪的山上奔跑跳跃 宛如一团团燃烧的火焰 红矮阳性情温和、毛色奇特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品种 因此极其珍贵 哇 真是太美了 它们简直就是在雪地上燃烧的烈火 没错 红牙羊真是太特别了 难道别的地方没有牙羊吗 为什么你们对它们那么有兴趣 牙羊有很多 但这种红牙羊却只有你们这里才有 遗憾的是红牙羊的数量太少了 只有在这里生活了那么一小区 是啊 应该连一百只都不到吧 它们差不多有六十多只 你怎么知道它们有六十多只 我爷爷年轻的时候是这里最优秀的猎手 他曾经数过这里的红牙羊一共有六十六只 你爷爷年轻的时候 距离现在又几十年了 这些红牙羊的数量怎么会没有变化呢 当然会有变化 不过它们的数量一直维持在六十多只左右 我看这几天对它们的数量做一下统计吧 嗯 好的 然而经过几天的仔细统计 动物学家惊讶地发现 这里红牙羊数量依旧是六十多只 啊 太不可思议了 真的是六十多只 是啊 如果不是你也统计出了这个数字 我还真以为自己数错了 六十四只 这怎么可能 几十年前它们就是这个数量 这么多年过去了 怎么还保持这个数量啊 可不是吗 母红牙羊一年生一胎 照理说这样的繁殖力 不应该没有将它们的族群壮大起来啊 对啊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它们的数量一直没办法增加呢 就在动物学家疑惑不解时 一对雪豹夫妻出现了 他们朝着红牙羊群发起了攻击 羊群飞快地逃跑 但雪豹却紧追不舍 啊 雪豹 天啊 这里竟然还有雪豹出没 我明白了 红牙羊的族群之所以发展不起来 是因为雪豹的存在 看来 要想增加红牙羊的数量 只有先把这里的雪豹给赶走 我们找的那位向导 不就出生在猎人世家吗 我看这事还得找他帮忙 嗯 什么 你们想赶走那两只雪豹 这根本不可能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呀 因为这里有红牙羊啊 那两只雪豹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来这里捕猎 这些羊是他们现成的粮仓 怎么可能赶得走呢 原来如此啊 守着这么一群羊 雪豹当然不愿意离开 只是那群可怜的红牙羊 随时都要防御雪豹的突然袭击 无时无刻 神经都处在高度的紧张状态 日子过得就像泡在苦水里 所以怎么能指望他们大量繁殖呢 是啊 因为雪豹的关系 把某羊的繁殖能力抵消得一干二净 要想壮大红牙羊的族群 那两只雪豹是肯定要清除掉 没错 既然没办法将它们赶走 那就将它们抓起来送到动物园好了 你们要将那两只雪豹抓走 是的 这件事还得拜托你 麻烦你帮我们找几位猎人 将那两只雪豹抓住 不行 你们不能抓走那两只雪豹 老人家 我们这是为了保护那群红牙羊 保护红牙羊 你们那样做是害了那些红牙羊 老人家 我们将红牙羊的天敌带走了 怎么会伤害它们呢 如果没有这两只雪豹 它们的数量就能增加了 不是这样的 雪豹和红牙羊都是守护我们这里的精灵 它们缺一不可 如果你们将雪豹带走了 那灾难就会降临的 你们别见怪 在我们这里是流传这种说法 雪豹和红牙羊是这里的守护神 缺一不可 不过这种说法 现在也只有年纪大的老人才相信 既然你不相信这种说法 那捕捉雪豹的事就交给你了 只要能抓住它们 我们愿意出大价钱 放心吧 这事就交给我好了 就这样 向导召集了周围村子里的一些猎人 布置了天罗地网 终于将那两只雪豹给捉住 并送去了动物园 动物园里的笼子里 两只雪豹焦躁地在里面跑来跑去 动物园园长陪伴着两位动物学家 在不远处看着 都十几天了 它们还是那么暴躁 毕竟是一只生活在野外的雪豹 它们的野性哪能这么容易就消磨煤呢 它俩过段时间就会适应这种生活了 不知道那些红牙羊现在怎么样了 少了雪豹的捕猎 我想它们应该能安心繁殖 捕育下一代的 嗯 一年之后 我们再去那里看一看吧 我相信到那时候 红牙羊肯定不止六十多只 正如动物学家预料的那样 仅仅过了一年 这群红牙羊就由六十多只发展到了八十多只 山坡上几只红牙羊正在悠闲地吃着草 向导带着两位动物学家在远处看着 自从没有了雪豹 它们不但族群壮大了 习性也变化许多 你们看 那些小羊们根本就没有经历过被雪豹追杀的危险情况 所以它们在吃草的时候 丝毫没有任何的警戒 的确是这样啊 那些经历过雪豹不猎的红牙羊 显得很紧张 吃几口便会私下观察一下 而那些小羊却只管低头吃草 看来那些上了年纪的红牙羊 还没适应这安稳的生活啊 它们慢慢就会适应的 毕竟雪豹才消失一年 我想再过一阵子 它们就会彻底忘记以前悲惨的日子了 没有了雪豹 我们这一次也可以好好观察研究它们了 你们这次打算在这里常住 嗯 我觉得你们还是尽早离开这里吧 怎么 难道你不欢迎我们 当然不是啊 只是这里上了年纪的那些老人 知道你们把雪豹抓走后 就一直在寻找你们 找我们 没错 它们希望你们能把雪豹送回来 啊 把雪豹送回来 为什么 找到了 终于找到你们了 就是你们带走了雪豹 快把它们还回来 老伯 你别激动 你看 没有雪豹 这些红牙羊 生活得多好 你们懂什么 雪豹和红牙羊 都是守护我们这里的精灵 若是缺少了一个 那就会失去平衡 灾难就会发生 老伯 雪豹都消失一年了 哪里有灾难发生呢 就是嘛 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了这些红牙羊 这些羊非常稀有 可是它们的数量一直这么少 我们观察了许久才断定 是那两只雪豹 导致红牙羊的数量无法增加 你看 现在雪豹没了 红牙羊的族群 很快就会扩大了 你们这些人呐 口口声声说是为了红牙羊 其实你们这样做是害了它们 你们快把雪豹送回来呀 老伯 你喝醉了 赶快回去休息吧 我没喝醉 我要它们把雪豹送回来 老伯 我送你回去休息 要回雪豹的事 就交给我好了 一定要把雪豹要回来 否则会有灾难的 为什么这里 上了年纪的老人都会认为 雪豹的离去是个灾难呢 谁知道呢 或许是因为某种传说吧 不要管这些了 等再过一段时间 它们发现并没有灾难降临 自然就不会再说这样的话了 好吧 那我们就先离开这里 等过一段时间再来吧 免得整天被讨要雪豹 动物学家们 等待着时间来改变当地人一些的观念 然而向导的徒人来电 却让它们大吃一惊 好的 我知道了 你不要担心 我们这就去 怎么了 向导打电话来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它拜托我们将雪豹送回去 并且说灾难真的已经降临了 如果雪豹再不回来的话 红颜阳就消失了 啊 这怎么可能 我也不相信这是真的 所以明天 我们就去那里一探究竟吧 嗯 好的 然而 当动物学家再一次回到红颜阳的栖息地时 却发现它们的族群数量不但没有继续增加 反而开始减少了 最重要的是 它们的毛色竟然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那些红颜阳不再像过去那样温顺地在那里吃草 而是互相对抗打斗着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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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这样 之前有雪豹的袭击 它们非常团结 互相对抗打斗着 可自从没有了雪豹 我曾经在一本书上看到过 我曾经在一本书上看到过 那样又恢复了原来的毛色 而且数量再一次稳定在了六十多只左右 大自然让任何一种动物的存在 都是有一定道理的 如果人类自作主张的话 很可能会打破平衡 那对于一些动物来说 并不是得到了拯救 而是一种灾难 没错 因此我们人类不应该过多干涉自然 以免破坏它们原有的平衡